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我还没有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是他刚刚退伍回来 我们在拍李行导演的那个戏雨春风 我知道这个戏 戏雨春风好像跟那个老师有关系的戏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刚好那个时候他就来演一个歌手 是吗 对 结果后来那我们在服役的时候呢 又是在同一个单位 在就是陆光艺工队 哎呦那我们都是从陆光艺工队出来的 陆光里面出来很多人 很多 刘家昌 刘家昌也是 刘老师 对 然后张信哲也是 哇真的是 很多啊 那你在对上时候跟雨春信熟吗 那个时候 不 呃那个时候是回来 照到面 没有在照到面 但是我是记得好像是接他的位置 嗯 对刚好他退了嘛 然后我就上上去 然后就就接他的位置 来到好像道具班 啊 对对对 你是道具班 我也是道具班 真的吗 哈哈哈哈 我们这种人都是分分 我们反正音乐没什么素养 不会让我们去做什么音乐 唱歌是让我上去了 对对对 你有唱歌吗 有 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什么节目都要上 因为我有舞蹈节目 要唱歌节目 没错 还有那个串曲 还有首歌串在一起 三不五时还讲个鼠来把相声 对 我们还得要弄一些短剧 每天很忙 过得很充实 那个时候的生活 跟着于晨庆 你交接了 做这个陆光义工队的团员 跟现在我们在台湾艺术大学 做同学 你交起来呢 不一样了 当然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 毕竟就是比较年轻 那现在的话 那又不一样了 而且现在去的话 就是去像我们现在去上学的话 是愿意去上学 去上学 对 那那个时候当兵的话呢 就是年轻了 谁想去的代表你 没人上学 然后都都没办法 不过但是我觉得 在陆光的那个环境 对我们自己 现在目前的这种 专业上面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对 我跟你讲 我哪知道我会做主持人呢 要不是被我那个时候的队长 就是台湾有个金钟歌后 你认识吗 叫王指雷 我知道啊 他哥哥就是我队长 王大昌 上次来上我们节目 那个新歌手叫 王胜来的像 他就是他的儿子 你看这种渊源的 我就是因为这样 他把我丢到台上去主持 其实那个时候在义工队 就好像冥冥中发觉了 我们有某种方面的天分吧 小小天分吧 对 可是我们不知道 对原来不知道 就像后来我 我也不知道 我会那么喜欢做那些道具 那我本来之前的话 我是喜欢做静态模型的 所以后来刚好来去做那个 那个道具班的话 我觉得也OK啊 那年我还记得 我们做要做灯笼比赛 我还得了第一名 放了一天的那个荣誉价 真的你都要有面子的 我提到这我就想到 为什么 我相信海峡两岸的朋友 只要知道陀宗华 会被冠上一个 台湾头号的报告班长 因为你以来太多系列 我随便监长看一下你 我真的吓到了 你从1987年开始 报告班长顺名大众 1988年报告班长2 1994年报告班长3 1995年还有什么 1995润8月也饰演班长 1996年报告班长4 2000年报告班长6 201114年 这么多都找上 你是什么渊源呢 对 我不晓得 我觉得就是要演军人的话 应该要有一个军人的气质 但是我后来也是因为就是 实在是拍了太多了 我觉得就是说 在演员这个角度上面 来看这个事情的话 我怕会被定型 将来变成一个特型演员 就是你只能演军人了 所以我到了后面以后 就尽量不再接这一类型的戏 我有看到你大陆的剧照 哇 超有味道 被人家粘着胡子 做那么样的潇洒 又是浪漫 又是不羁 那种感觉 我想就是说换一种不同的角色 能够能够多演 因为毕竟演员的话 不要在固定一个角色 你只能演一个一种角色 我觉得突破了 还有那个就很不够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演班长 唯独你这么出色 是否跟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成长有一点关联 当然了 那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军人 不过那小时候我们看了那个 我是真的还蛮喜欢柯军雄 柯桑 对 英烈千秋 皇甫军魂柯军雄 对对对 那个时候 受他的影响也蛮大的 对 那就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戏 那后来他们本来有找我去 找我去再拍 那我就怕说 就是像演的一些比较八股 我就不太想去拍 我想尽量让他生活一点 不过这个包班长就是 他让他变得就是很生活 就是让你日常生活里面 你遇到了一些事情 像我们在新训中心里面 对对 新兵训练中心 对 偷抽烟 抓到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照实的把它这样 就很生活 很生活化的 这样把它给呈现出来 让大家看到 所以后来 那后来就 新马地区也很 也很喜欢这个片子 那他们那个时候 因为有 两边都有交流 那他们就会过来 那后来我有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碰到一个 好像是马来西亚人 他就跑过来 跟我说 班长好 我真的是 我后来那个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 我想说 我应该要去试着 演别的角色 不能再演班长 我不敢讲说 在内地的朋友 见到陀正华 是不是叫班长好 至少所有华人地区的朋友 看到你男生 一定叫班长好 对对 我都跟他们讲说 班长已经退伍很久了 你那时候没退伍的 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是在戏里面 那个角色 像不像你爸爸 其实 我在新兵训练中心的时候 我遇到的班长 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照着那个班长 来演的 因为 因为那个 你在当兵的时候 碰到的班长 就是你演的 那个形象 对对对 那就是模拟他 而且那个时候 刚开始拍的时候 我也蛮开心的一点 就是因为 这是陌生的面孔 不是不知道 我们是演员 所以那些兵 他们都以为 我是真的班长 没错 但是我不是 可是你知道吗 拍到一半了以后 后面那些兵 就开始不听话了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是演员 然后他 就真的不听话 刚开始前一段时间 就非常好 配合度也非常高 对 其实我对土中华 很深刻的印象 大概说起来 应该好久好久了 我随便翻译一下 大概就是 1989年 那个年代 因为台湾有一个女歌手 其实她拍了一个广告 蛮帅性的 我知道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还得到金钟奖 女演员最佳奖 结果 你怎么会有这个机会 跟她搭着唱一首歌 其实那时候 滚石 对滚石 那时候在滚石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经常拍了一些片子 会到新加坡去放映 然后我们要去做宣传 那去宣传的话 那新加坡电视台就说 你能可以有一些什么 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电视做宣传 那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先试着唱一首歌好了 那就录了一首歌过去 然后到那边去录一 歌曲的那个 就像现在的MV一样 你们两个呢 没有 就是我一个 你那时候是为了打电影片 对我们是为了电影片 所以你看新加坡的那些媒体 希望你表现一下 对新加坡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OK 我们就过去 过去然后录 然后后来我们公司 有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那听到 你声音不错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我想说也好 因为能够尽量开发自己的一些财艺 真的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希望能够 路线 能够多一点的那个 可以将来保障生活的条件 真的 我们都常说 不要孤注一职 毕竟你不是邓超 对对对对 好 我们先来听听看 这首歌曲 好有意思 这个人 倪惠宏 跟你敏然没关系吧 完全没有关系 他就是说 你唱了这首歌 你就会红 是红啊 对啊 我听说这个人也是出自于滚石 对 他就是李宗盛 哎呦 那时候我跟你讲 说不定啊 一方面跟滚石关系太密切 不能都是他的片子 都是他的歌嘛 对 就换一个名字 没想到这个一名字换 还是红这个歌 对啊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错 真的 倪惠宏 倪惠宏 此曲 然后我们的陀中华 李明依带来 你我算不算一对恋人 听听看啊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些歌